大家好,我是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耶。 直此五年新春之际,请允许我代表中国驻法国使馆, 向和平友谊爱音乐会全体演织人员和两国观众致以诚挚的新春问候。 艺术跨越国境 中法两国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充满活力的当代精神 将通过这场音乐会交织呈现 共同诠释和平友谊爱的深刻主题 再过两天,北京冬奥会将隆重开幕 因此音乐会也融入了奥运元素 用艺术的形式展现更高、更快、更强、更团结的奥林匹克魅力 两年后,巴黎也将为世界奉献一场精彩的奥运盛会 艺术和体育都将化作桥梁和纽带 使两国人民走得更近,把两国人民的情意拉得更紧 女士们、先生们 世纪疫情加速百年变局 两年来,在习近平主席和马克龙总统的战略引领下 中法关系克服国际形势动荡和疫情对人员交流造成的影响 逆势前行继续高速度发展 始终走在中西方关系的前列 我们祝福中国农历虎年的到来 给两国关系带来虎虎生机 使两国关系如虎添翼 在新的一年生龙活虎再上新台阶 最后,衷心祝愿大家苦年大吉 身体健康,合家幸福,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